今日的AT个股推介建议大家留意电讯版块 主要原因是数字中国推动电讯业发展 数字经济规模 2025年预料会超过60万亿元人民币 第二,三大中资电讯商身为国企今后更着重提升股东回报 第三,劝商预料业绩期有三大催化剂为股价提供支持 港银大通认为,今个月的业绩期对如下未公布业绩的两间电讯商有三个潜在的催化剂 第一,派息比率指引 中移动和中电讯之前说到 会将派息比率由2021年的60%提高到2023年至最少70% 2024年及以后未有指引 莫同考虑到两间公司充足的正现金以及中央要求改善ROE后 认为两间公司如果进一步提高2024年及以后的派息比率将会利好股价 第二,股份回购计划 中移动在2022年1月启动H股回购计划 但同年2月起就停止回购 如果中移动提及重启回购的条件或时间表都会利好股价 第三,云业务的分岔 近年来已成为三大电讯股的新增长动力 莫大通指出,中电讯过去两年当中 云业务每年的收入都录得强劲增长 估计它现在是内地第二大公共云供应商 相信公司将会在中期内将云业务分拆上市 如果公司提及分拆时间表或业务估值 亦会利好股价 第二,推介股份是渣打集团2888 美国加息步伐,掉头加快机会高 渣打扩阔势头,今年有望持续 第二,2023年度预测的股息率 汇丰超过8厘,远高于渣打不足3厘 但是渣打有明确的回购计划 支持年内股价表现 第三,论估值复收空间渣打优成于汇丰 综合由汇丰公布去年业绩后至到截稿前 运商给予渣打最新的目标价 平均是80.74元 较渣打上星期收报 70.35元,高出14.8% 因此渣打在中短期仍然不乏上升空间 渣打估值仍然是便宜的 错过了在业绩前买入渣打的投资者 不妨等70元买入 初步看80元关口 跌穿64元就适宜止舍 渣打优尾